4月20日,贵州省前路南苗族洞族自治州黎平县赵新洞寨,欢度传统民俗节日,胡宇节。 当地洞族民众早已备上象征平安幸福的乌米饭,等候路人前来讨要。 夜幕降临赵新洞寨里的男女老少游客汇集在一起,开始绕寨寻找丢油油换取乌米饭的目标。 到达合适的地点,他们将装满糖果的油油,依次丢进主人家里,主人将油油里的糖果倒出来,乘上乌米饭放置跟前,带有人冲进来领取乌米饭,趁机抹花脸。 洞族祖祖辈辈居住在山区,当地人为感恩黄牛做出的奉献,习惯在寄春用乌米饭树叶榨出汁来浸泡糯米,生成乌米饭。 乌米饭在当地洞族婚恋习俗中犹如喜堂的地位不可或缺。 为了讨上好彩头,不少游客慕眠而来,就算脸上被全部抹黑,也要拿到乌米饭。 在当地人看来,脸上被抹得越黑证明越受欢迎,收到的祝福也是最多的。 那个糯米不黑证明你那个意思摘的那样就没那么好意思,然后再一个表达,就是糯米嘛,是吗,是我们迎接贵客的一种最高的一个礼节嘛,糯米。 没有,没有平常我们就吃那种米饭嘛,糯米就是迎接那种贵宾的,然后就是把这种迎接贵宾那种爱的最高的礼节送给你最爱的女人意思是,就是所以我们从古到京都就是每到古语节, 我们都要送一点到女皇家去,然后,然后为了一时沾点喜庆嘛,大家都来,都来请一点,意思是把那个换油,你上网来换一点糖在里面,然后就,我们就换糯米进去,然后我们,这个蓝店嘛,好像也是植物嘛,没什么害处,我们就为了搞一下,为了进一步更,更一点那种热情度嘛,就抹一下,如果你脸是白的,证明你都不受欢迎的,越黑越受欢迎。 据了解,丢油油,打花脸最早表示当地洞族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依恋与祝福,或是不能与之结合的遗憾。 如今,这样的活动不再局限于青年男子,所有人都能参与到其中。 走在照星洞寨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当地民众游客身穿雨衣,手上拿着用植物特制的蓝店染料,稍不注意就会被围攻。 欢声笑语间,大家共同传递着对彼此的祝福。 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因为这是表达祝福的一种方式。 对,所以我觉得开心是很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能接受这个的话,你就能融入这个氛围的来。 被一个人抹在脸上以后,然后我就发现不能坐以待毙,所以就开始发起了反攻, 然后就发现参与期中其实蛮有意思的。 这个活动就是说其实加深了陌生人之间的一个就是说亲热吧。